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下我们蔡理佛的多用动作 先讲我们的跨哨插 可以讲叫三宝 正式的动作跨锤呢 由跨锤 因为跨锤 刷锤 我再重复做 刮刷插插 这几个动作是我们蔡理佛的常用 他一定配合他的腰马步法 不可以就这样站着掛衫插插 不可以的 是一定要配合他的腰马 他的动作 他的腰马 他的法力点 法力点就是步 腰肩 法力点 马步是连贯一起去的 我们蔡理佛一个说法就是 舒展 自然 连贯性 不是谷着打的 穿手刷除 是普通 舒展 不是硬着大家对碰的 是舒展 还有我们的述俗语就说 拳出风摆扭 脚踏似浮云 这两句说话 拳出风摆扭 即是知道我们的力量啦 撒除啦 各方面力量是很贯注入去的 脚踏似浮云呢 就是我们的马步灵活 马步灵活是互相配合的 是互相一起配合的 再加上舒展 自然 连贯性 这三句说话 蔡理佛不是说 说明是偏身的嘛 不会打到正身的嘛 因为跨哨现在偏身的嘛 肩头对的 不是跨哨 不是这样打的啦 跨哨 鞭子 招除 全部的肩是单薄的 单薄就是偏身向人和下部各方面的 这些是我们陈锦辉的系列 好像又讲下小小啦 马步来讲 四平呢 转公布 我们是拉小小 然后打出来的 四平 转公布 撑那里就行 撑那里就行 以前我们旧式的呢 四平转公布 是这样去的嘛 这个动作 撑那边 撑这边 全开了 你说舒不舒服 好像被人牵着脚那样 以前我们旧式的动作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他错 既然我们是蔡理佛讲得 舒展自然连贯性 那自然不自然呢 舒不舒展呢 我们说明拳出风摆柳 脚踏似浮 我们的马步是很灵活的 怎会做这个动作呢 必然每个人有他的指导方法不同 就是我们说这个动作是我们的系列 陈甘辉系列 我们四平马出来左右开的 就坐下去了 公布转 四平 公布 公布 有其原因的 我们要跨我们走路 是不是要跨呢 是不是呢 你说如果我们以前的动作 旧式的 四平公布 这样去 难道我们这样走路啊 是否有问题呢 这样去 所以有问题出现 我不要说 谁对与否 你们可以自己 认为 连习一下认为 记得我们洪姓蔡理佛 他几句说话 舒展自然连贯性 还有一句 拳出风摆楼 脚踏似浮云 就是说我们的八个力 还有 步法 四平马 转其他马步 很灵活的 到此今天我们讲 话稍策 这些常用的 是常用的